殯儀館外失去勞工与弟弟的家屬 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因为死讯实在来得太突然 让两人当场情绪窥体 前一天才看着丈夫出门谈事情 没想到不到一天 两人竟然就此天人勇哥 让妻子好几度哽咽说不出话 她说她要去吃饭 然后吃饭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好端端吃个饭 怎么会突然早晨暗算颅走 还丢包医院害命 让家属不敢相信 谈开死者生前活动轨迹 原来47岁的任性男子 8号凌晨在一架舞厅 疑似与人起冲突 双方打成一团 隔天中午11点才满身世上回家 还po文疑似向对方呛瞎 没想到当天晚上7点 到烧烤店谈事情时 却突然音信全无 家属直到晚上11点 才发现她仍在齐美急诊室 而且已经明显死亡 医生就跟我说 她到的时候要急救的时候 她已经稍微 她的身体已经稍微僵硬了 她没有办法急救了 她要到医院之前就去世了 这个案子因为涉及多部车辆 以及涉案人士 包括在犯案的地点 可能好几处 那经过本门局联业的追查 目前已经锁定 几名特定对象 只是等不到人回家 在朋友通知下 才知道丈夫 惨死在医院门口 现在只希望检警能帮忙 厘清死亡真相 并且将凶手神之一发 净新闻中文报导 立刻下载净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以后 元祝费 您有个相机 一手掌握新闻 瘦 感谢观看